簡單來說,為什麼我們要規模來描述一個東西 我們都可以知道一個 jointed model 其實就是,比方說,你剛剛 就這幾個,這幾個,像Code的位置,這幾個就是一個一個的倫敦 variable 那我們要算它的 jointed probability 就是說,比方說,pH,然後跟,就是我們要想盡辦法的來描述這一個total的model 比方說,你現在丟進一張圖,然後最後辨識出1的幾率是多少 那,所以我們會用grave model來描述,就是要想盡辦法來描述這個整個total的jointed probability是多少 那,這個jointed probability的話,你就可以把它替代成下面的條件機率 那條件機率的話,如果我們要算這個xh的 那,因為我們最後就是要算每一個node,它的marginal probability 那這個要算,如果要算一個別處的marginal probability的話 其實他必須要把他跟其他的所有的條件機率算起來 那這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拆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如果要算這個xh的marginal probability 要經過這麼多的summation 所以,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 如果只是單純幾個node的話,其實很單純 但如果node的越來越多的話,就是剛剛幣有講到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你要算這個pobility xh的時候 他是成一個指數的成長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可以用gift sample 或者是用caro彈何旬來做這樣的加速 那我這邊的話,會提到另外一個方法 是用,叫做 believe publication 的方式 那他是透過,他等於說是 他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去recursive的來算 來加速說,我們如果要算 比方說要算x1這個node 他必須要把所有周邊的jointed probability 重新算過一片 那這一個是剛剛提到的一個Mark Blundefield 那Mark Blundefield他是一個五項圖 X1,X2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X1 X2到X5 他是一個hidden variable 然後Y1 他是他的相對應的upster node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要算這個值 算這個所有的jointed probability 來描述整個data set 來描述整個data set 來描述整個data set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部分的話 灰色的部分是他的hidden variable 然後黑色的部分 是他的upster node 就是他相對於upster的node 我們如果要算這個XXI 我們必須要把它hidden variable 就是他hidden variable 跟他自己的upster node 以及他周圍所有的 其他那個condition的prop disparity 全部算出來 那 如果我們要進一步來求 這個marginal 就是我們 像Dibnade 我們要求一個node 就是要了解 這個node 他自己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求他自己 只有一個人的marginal 就是跟周圍沒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必須就是把它 所有的 其他 那就是所有的 joint probability 把它summation 起来 那就是刚刚说如果要summation的话 是要算这东西会成一个指数的成长 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 brief publication 的方法 来取代说要去算如果一个东西的 marginal probability 是怎样的情况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近视的方式 我这边先快速的讲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我们要求 xi 那现在xy就变成一个叫 bi 的数值来表示 然后它每个 node跟它的 edge 之间 它表示用一个 message 的方式来表示 那每个 node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然后来加速算这个 x1 的 marginal probability 那这边这样讲可能不是很清楚 直接 我直接用公司 那这边可能还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 b1 它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示 那 b1 的话 如果我们要算 b1 的话 它是要去算说 这个 x1 就是 就是它自己的这个 hidden variable 跟它的 observed variable 它之间的 joint probability 然后再去算 就是有把 message 到这边的 全部的相乘起来 就是把 等于说我们可以表示说 这个东西 我们因为要算这个 x1 x2 这个东西 你可以表示说 它自己一个 probability 然后再把它周围的 joint probability 把它相加起来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取代 因为刚刚如果说 我们要算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把 所有的这个 这个都算过一遍 这个算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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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加速 就是来加速说 算 这 x2 的 marginal probability 那这一个是 这个 node的 brief 的分数 然后那 message 的 就是 message 的算法 它其实就是把 它 前面的这些 跟它相关联的东西 全部的东西 把它寻取起来 比方说我们现在要算 就是 x1到 x2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 我现在就是说 我必须要先算 mij 然后呢 那再算 就是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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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1 x1 x1 x1g1x1 我們從這個Hidden Variable跟這個XI的Joint Probability 把它審明去起來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它 這邊的話,再把它乘上 就是再把這個我自己的Hidden Variable跟Observed Variable 把它相乘起來 然後去更新自己這個XJ的Belief的權奏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它 就是它 那來加速 所以我們以前如果我們要算這個的 那個Marginal Probability 你必須要先這個 Total算過一次 Total算過一次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加速 那個算Marginal Probability 的方法 不好意思,請問XI是什麼東西? 哪一個? 就是中間黑色的那一下 這個嗎? 這個的話就是 Hidden Hidden Variable跟它自己的Observed Variable 那紅色的呢? 比如說 X 我幫我做錯 這個 這個是 它的 就是 就是這兩個的 Jrn的Belief 然後這個是 他們兩個的 Jrn的Belief 然後這個是他們兩個的 Jrn的Belief 對 對 我們現在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要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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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Marginal Probability 那它就是把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 的Message 全部 把它summage起來以後 然後它又算 就是I的這個 它的 Hidden跟Observed 的Jrn的Belief 以及 這兩個Hidden之間的 Jrn的Belief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公司 我們其實 比方說我們現在算 B2這個 的Belief 的話 那 它就可以把它 把它拆檢成 前面是 它的Hidden跟它自己 然後它 這個到這邊的 V1到2的 跟3到2的 那 Mv2的話 我又可以把它拆解成 它自己的 跟 它們 這兩個之間的 Jrn的Belief 然後 因此 類多 M32的話 也可以把它拆解成 它 M32 它自己的Hidden跟 Observed 以及 它後面到這邊的 跟它自己的 Jrn的Belief 對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剛好看到說 就是Belief 2 它其實就是 剛好就等於 X2的 X2的Publication Marginal Publicity OK 這邊是總結一下 就是 Deep Learning 跟 PGM 它之間的一些關聯性 一些 首先是 PGM的話 它的DAS 它是說 就是 就是一個 Hidden variable 到 就是一個 Observed variable 到 Hidden variable 它最短的路徑 那 Deep Learning的話 DAS 就是我們平常講的 那 另外的話 Deep Learning的話 它會比較多的 就相對於多的 Hidden variable 另外這個 Hidden variable 它是 我們在Deep Learning上 我們會希望說 Hidden variable 是大於 Observed variable 那 Cognition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比較 就是 GraphLeg的話 它會相對於 每一個Node 跟每一個Node 之間 它會相對於 比較少的Cognition 它是希望說 每一個Node 每一個Node 就是每個Node 每個Node 每個變數 跟每個變數之間 都是Individual 然後 透過這個Square 就可以透過 一個Square Graphy 拿來描述它 那 在Deep Learning上的話 我們是企圖說 每一個 那個 Visible的Unit 它可以去 Connect每一個 Hidden的Unit 那 因為剛剛的特性 就是在Graphy Graphy Model上 它 它 最後會 盡可能的 希望說 這個 這個 中間的Cognition 是 就是 就盡可能少 那 所以 那因為如果剛剛少的話 我們這用 Breadful Publigation 這個方式的話 就相對起來好運算 那 Deep Learning的話 因為 它的連線比較多 所以 我們現在幾乎應該都沒有人 用Breadful Publigation 去Scribe 每一個 每一個的Node 對 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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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Dep Learning 這個方式 就可以用Matrix 來做運算 另外就是 在 Deep Learning上 如果我們要算 一個Node 就是 它自己的狀況 就是要算 它的Malto-Barray 也是很難去計算 那 接下來 我會講一下 就是 Energy-Based 的部分 那 我們剛剛其實知道說 其實我們 就是 要做 要做一個 Generality Model 其實就是 要算 一個 一個 Visible 就是要算 一個Visible 的變數 然後跟一個 最後的結果 然後想盡辦法 去Model 他們之間的 Jointing-Limple Visible 那 這邊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去算 一個 Gene分佈呢 那 這邊的話 是帶進了一個 物理的 就是 熱學的能量 的部分 然後 這邊的話 是說 一個 一個 原子的 Status 它的 機率分佈 會跟 它的 Energy 就是Energy 有關聯性 那 我們這邊的話 S就是 它這個 量子的Status 然後 Es 是 它的 Status 可能性 會跟 它的 Energy 有關聯性 有關聯性 那 K 是一個 波子曼 系數 它是一個 常數 那 T 是一個 系統的 溫度 然後 它也是一個 常數 那 如果我們 假設 這個 Kt E 的話 我們其實 就可以 表示說 它 這個 變數 的 機率分佈 其實 它是 跟它的 就是它的 系統 就是它的 Energy 是有關聯性 這邊大 這邊的話 就是 波子曼 波子曼 魔訊 魔訊 它其實 它只有兩層 Layer 然後 它中間的 就是 它中間的 Propriability 的算法 它是用了 Energy 方形 然後 另外 就是 Node 跟Node 之間 它是有 可以 可以連線 那 這個的話 是用 波子曼 我先 初步提 一下 我們這邊 主要是講 就是 限制的 RBM 就是限制的波子曼 那這個限制的 RBM 的部分 它主要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是 它的 就是它只有兩層 Layer 一個是Visible Layer 一個是Hidden 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說 它限制在這邊 Visible Visible 的Layer 的Node 跟Node 之間 它們是互相獨立 那Hidden跟Hidden 的Node 之間 也是互相獨立 其實這個就是 它的所謂的限制 然後透過這個 然後透過這個 那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要來想辦法 來求 去想盡辦法 去想盡辦法 來描述 V跟H 之間的關聯性 就是它們之間的 V V V 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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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把剛剛的 Energy function S 代入 代入 就是 V跟H之間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推倒出 這個的話也是一個物理的一個 乙型模型 那這邊的話是表示說 V是我們下面觀察到的 可知的變數 A是它自己的BIOS H是Hidden的Variable B是它自己的BIOS W是它們之間的Weight 乙型模型的話 它其實就是表示說 兩個東西如果 越有關聯性的話 它的能量就會越高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就是把 Explotential VH 然後把它改寫成這樣的公式 那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如果我們要求它的 機率分佈 其實就是 要來算它的 這個 它的能量 能量 Energy function 其實就是要想盡辦法 來算它的 網路的 就是它的網路的 參數 那 這是剛剛的公式 就是Energy V跟H之間 然後 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把 其中一個 一個I 取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得知說 這個H lambda 是表示說 少了一個HI 那這個是後面 就是 就是Garnia公式的改寫 然後 我們可以得知說 Explotential VH NG function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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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跟 VH lambda上 是這樣 然後 它的 它的 Joint VH的 Probability 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這樣 OK 那 這邊的話 我先講 Inference 那 Inference 的話 我們就是 嗯 因為我們剛才可以看到說 H H Y H 對 就是 它是互相獨立的 那我們現在算 如果 這個H 它的 就是 它 就是 它的 條件機率 的 條件機率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算成說 它是每一個Node 每一個Node 的 條件機率的加總 那 那個 倒過來的條件機率其實也是一樣的方式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要算說 如果 給定一個V 然後 這個東西 是 這個Node 是不是有Active 起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剛剛的 方式 透過剛剛的 機率公式 然後把它拆解出說 這個Node 然後這個I 取 эта 其他的 其他的機率 又比 現在次井 H Y等1的 然後 下面的話 就是把所有的情況 這個是等於0 跟這個等於1 的狀況 那 我們把它 相除於這項 你看到 Lifet 然後這個也是相處,然後這個等於1,前面這個就等於這個 再把公式套進去的話,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它剛好等於一個SIGMOID function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說這個Node是不是ACTIVE起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SIGMOID function 因為這個部分AB的求法,剛剛沒有講 所以我們就可以,因為如果這個W跟B都知道的話 用透過SIGMOID function就可以知道這個,該不會ACTIVE起來 那我們現在這邊的話就是要講CHANNING 那CHANNING的話其實就是希望說,我們能盡可能地去描述Priority V跟H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因為H你還沒有辦法知道,或是立這個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先求,如果PV 因為這個V是UBSERD,它可以觀察得到 那我們就是用想辦法去讓你在取Sample的時候,讓你的PV是最大的 那下面就 那下面就 不好意思,請問下面那個原程是指說,好很多數據獨立大成起來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還是這個 這是下面那 對,這個的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整個data set是一個V,大V 然後我現在取了sample,每一個是一個小V 然後它現在是把它,就是,pub起來,然後希望說它是最大 對,其實就是這個,我們就是sample,希望說它這一個的P,越大越好 那這個P,V,其實就是,probability,V跟H之間 只是因為它這邊的話是,剛剛我們剛剛說marginal,marginal的probability 它是把所有的H已經samplegy取來,所以它是前面這個P 那這一頁的部分的話,其實那 那我們再求,就是要求W跟AB 那這個WAB的話,我們就這邊就用ceta來表示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跟剛剛Bin,就是,Bin講的那個 KL-dagogy的模式一樣,它其實就是取log,然後算它的log likelihood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它這個,你剛剛講的,其實它前面的話,它是一個data 去跟它後面一個,它model出來的,類似於它的這個部分 你的heta,就是,even B,然後去上那些h,然後model就是h和b都上進去 對 那 這一個的話,就是rbn其實在求,求那個,就是要在sample的,就是你要求W 因為 W是h跟v之間它的match 然後它各自又有一個,它的bios 那你必須,你要去算,就是每一次你在rnning的時候,你不可能兩邊都算到 所以你,它變成說,它第一次先去h那邊,然後去認 A跟W,去先認第一次的,那個v的bios v的a的bios跟W,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也沒有很懂啦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其實可以去看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就是剛剛要算的delta-a 它其實是,每一次取,就是它dl跟它每一次取sample的關係是這樣 那,這邊我講一下說,就是rbn它,因為應該現在也沒有人特別在用rbn來做deep learning 那,我這邊講一下說rbn它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線 之前,應該說rbn它算是上一個世代它用在deep learning的方法 那,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圖形 它其實,就是透過一個,透過一個observe的,就是 visible 的 unit 然後去算它的hidden unit 所以,大部分大家目前用在,就是rbn的話,就是你可以用在onsumer乃斯等裡 就是透過從data裡面去解除說它的hidden hidden的variable 然後,或者是有人用哪一桌 就是,來降微 跟PCA的概念一樣 那,另外 這邊的話,後面這三個是相關於rbn的部分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去,可以再去看 那我們報告到這邊 來 我補充一個早期rbn的應用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 跟那個 之前那個auto encoder一樣 在早期,就是發展那個去 initial參數 還沒有很好方法的時候 最早的時候的論文是用rbn 那,因為auto encoder 比rbn簡單 所以 在後來 反正是 用auto encoder來 一層一層 找那個initial weight 反而比較常用 不過現在 這兩個 用在initial weight 已經都沒有人在用了 嗯 就是 就是 嗯 因為rbn其實它有個限制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說 你要求 它要求AEB 就是兩個 兩層的bios 跟weight 那它必須要去gib sampling 那另外 這個的話 就變得說 而且 它 它必須要一直一直不斷地sample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看到的是 它是說 因為這個方式 它運算量很大 所以現在反而都沒有用rbn 請問那個 之前的 那個markov 藍子的那個 那都是blanky的那個 是說 它 要取我們關係那個東西 要 你要找周圍跟它有關的 包括 那時候是有像圖 Markov是無像圖 無像圖 應該是有 你說markov blanket 對 其實有像圖 有像圖 對 它的形狀比較乖 對 就是盡量讓它跟其他 都條件 不一的對 就是盡量取到說 跟它有關的 把它 given 這樣 這個機率才好 send 其實可以 對 就是圖論其實它是希望 每個 就是每個變數沒進 它盡可能給你 應該是說 然後 跟children 是有 條件是有 那些機率是有關係 就是沒有正面的問題 對 如果children 對 然後現在 比較特別的是 children的parent 就是 我先 有個children 然後他有另外一個parent 就是 它的問題是說 剛剛前面 Markov blanket 就是 再前面一點 再前面一點 對不對 嗯 就是 這個吧對不對 對 其實 我們可以直覺想到 就是它的parent 跟它的children 跟它有的關係 機率的關係 真的沒有問題 比較trick的 是這個 他們叫做 v structure 就是 嗯 這有個v ok 那 x跟這個 這個 z好了 其實是有機率的關係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你如果 observe到這個的話 嗯 這個 這兩個機率是互相影響的 對 所以這個要考慮進來 所以 他在有效果上面要考慮 會多有這個 這樣子 想出去這邊嗎 對對對 你想要看一下 剛才那個 vokation 比較不適合的那一張照片 比較不適合用那一張照片 對 那所以 作者他 想講的 主要著眼點是說 因為 itman的他結構 比較複雜 所以比較不適合 是這個問題嗎 嗯 嗯 對 是這樣可以 對 嗯 你可以看一下 嗯 這張圖其實太複雜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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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算 這個 xx 比方說 x5 它的 marginal probability 那 這個marginal probability 其實就是 如果我們就是說 它只有它自己 的這個狀 這個 應該說這個 出現的情形 就是 它想盡辦法 跟 把其他的 都 那其實在 在 在圖論的話 因為 我們應該 我們會想盡辦法讓它 node 跟node 之間 可以 像 盡可能的獨立 所以它變成說 它算這些其實 你可以 就是要算的東西 會相對於少 嗯 那想再請問一下 就 它是不是對它的 它的 它的 有限制 例如說它可能是要 地址位置 或是高權的 distribution 會比較好做 就是 教練 對這個方面的研究 沒有 就是感覺好像 除了結構比較複雜 好像還有說 嗯 嗯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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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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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連程 如果說大家的函數 其實不一樣的話 就根本 就是 就 要請大家的基本 就做得 嗯 那 那 嗯 隨便感到就是說 像 受寫波子版其他 可以也是可以用 啊 不利的 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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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沒有看到有人這樣 就是 給他們 對 對對對 因為 我們其實就是想要 就是 用少量 少量 sample 然後去 去模擬 這個 H跟V之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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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因為H跟V之間 我們可以 因為 如果用 marginal 其實就把H所有的 上起來 然後 所以 那 你現在要想要求 就是要 就是想盡辦法 要去 去 你 sample 的時候 想盡辦法是去 simile 你的 整個 p p me 對 phe 對 phe 我能理解那個 因為我不太了解 Bloomation的定位是什麼 我可能理解 像 要算波茲 修信波茲曼奇的時候 就是 我們就要去做 sampling 那 這個 blink propagation system sample 的方法 還是它是什麼東西 不是不是 它直接只是要算 marginal 那個 它是來加速 那個 算這個 就是 單一個 單一個 load的 marginal 它是一直更新的過程 對對對 所以如果說 我要算一個pv 因為像剛剛 初心波茲曼奇的關係 也是pv 對 那就直接直接用這個方法 然後 但我不用把它產生兩項 然後 後面那項目 是這個 因為看起來 初心波茲曼奇的關係也是一個 五項目 對 然後 也有這種 這個 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 是 因為這個 應該說 p 就是pv 這個數 好 也會很難算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你用pv 你要把周圍的所有的 的 都算過一遍 你才能知道 那麼周圍的 你要再把周圍的都算過 才知道 對 那這個的話 其實只是來加速 算說 那個 它的這個 pv的 module probability 對 所以理論上 可以拿這個 來做 mark of banking 消息的安排 然後 就是 選 圈一個圈一圈 然後把它去掉出來 對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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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hun Apache 也是 不一定要 像 你只要 取到 就是說 留下就像 個不正曲 voltar 對 對 對 我講了 沒問題沒問題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